谢谢大家 那大家如果已经口罩已经拍完 我就把口罩拿下来 OK好 那就 首先不好意思 迟到了大概七分半钟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六点七分 我们中间不休息嘛 就一直讲 那就是像刚刚这个主持人所说的一样 我讲的内容是完全是靠各位的手机决定的 如果各位没有带手机 这个几率是零 的话你可以请隔壁的人帮忙扫一下这个QR Code 那扫到QR Code的朋友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匿名的留言 那如果扫不到QR Code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手动的输入一个网站 slido.com 然后再输入01102 然后不用输入 那不管是扫QR Code也好 或者是slido.com输入01102也好 我看有些朋友已经扫到 已经进去了 那就可以试试看这个输入一些问题 打招呼啊早安啊 而且已经不是早安 午安啊等等啊都可以 那就可以直接看到说你输入的问题 它会及时的出现在这个画面上 比如说有个朋友说happy然后笑脸 那OK那刚好我就demo这个系统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说这个系统它可以按赞 所以按赞的数量越多的越会辅到这个happy教练 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辅到右上角 这样的话我才知道说就是在上的朋友 比较关心哪方面的询问或者哪方面的议题 那我才会就是把它高亮度 然后回应之后把它收掉 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 那我就示范一下 就是像这位朋友说happy 那我也只要说happy 我就把它收掉就好了 然后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最新的问题 它会跑到右下角来 所以就是右下角它是很适合用来做一些追问 比像说觉得说我这个问题只回到这个侧面 没有回到另外一个侧面 那你可以在不举手的情况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举手多少会打点折扣 那就是不举手的话匿名 反正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大家都在滑手机 你就可以就是尽情的去追问 追问就是在右下角 那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程序动议 比像说这个冷气太冷啊 冷气不够冷啊 看直播的朋友觉得收音太 就是太大声或者太小声啊 我讲话太慢啊 这个不太可能 等等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临时动议的这边来提出 那有的时候最新问题这边会自己聊起来 那这个都是正常的能量释放 我不用特别放在心上 好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好 那首先这个有一位朋友 这个表示这个口罩超美 先感谢 那那也有朋友就是问说这个口罩是哪边买的 我就促销一下 那个这个是在一个电商叫做酷盖 很酷的酷盖子的盖上面 那它有就是台湾制的口罩套 好那也有就是漸层的然后跟这种比较鲜艳的 然后还有一大堆就是反正彩虹主题的东西啦 所以有空的话欢迎上去购买 好那所以果然就是有人问了这个问题 谁超前部署 就已经把他回答掉了 OK好那虽然可以匿名 但是也可以就是留下你的名字 所以Patty就询问说 在后疫情的时代 面对不断的变动跟位置 身为政务委员 建议企业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做尝试 才能够主动的去找出顾客的需求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作为政务委员 政务委员这个工作 他就是在各个不同的部会中间 试着找到共同的价值 因为每一个部会都是代表一个不同的价值 如果两个部会的价值一样 他就会被阻改成并成同一个部会 所以还活得下来的都是有不同的价值 好比像说经济有经济发展的价值 环境有环境保护的价值 这两个有的时候就会冲突 那好比像说科技部有科技创新的价值 那但是在内政部这边呢 有保持这个社会公平的价值 这两个有的时候也会冲突 所以任何时候 当有一个新兴的事物出现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 每个部会是各指一词 有的时候外面不知道他们各指一词 只是觉得政府都没有回应 好比像说2015年Uber X刚出现的时候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自己经济部跟财政部跟交通部 吵得不可开交 但是就是对外完全不知道 我们在吵得不可开交 所以就感觉上政府反应很慢 那有的是大家都知道政府吵得不可开交 好比像说电子竞技的这个案子是2016年我当政委委员的时候 都知道体育署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这三个部会互相踢皮球 已经长达十年的这个历史 那所以在政委委员的工作里面 基本上我的工作方式就是说开门造句 然后你行你来 大概就是这八个字 开门造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脑里并没有一个蓝图 我脑里只有一块拼图 那这块拼图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竹字岗 我在担任政委员之后 所有的开的会议 主持的会议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在线上可以是有机可循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自从进入政府 已经有跟5923个人扣掉我自己 讲过话 开了1466场会 然后讲了接近30万句话 那在这里面呢 这不是一般的会议记录 一般会议记录只有摘录 就是会议的决议啊 主席才是啊等等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所有电子经济相关的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非常的巨细迷移的 包含刚刚讲的每一个互会 互相提皮球的情况啊 都是每一个字哦 都在这边是公开的哦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手上就是有一些拼图嘛 这些拼图有些是绿色的 表示说 他们已经有特色课程补助哦 那有一些是黄色的 好比像说 他们认为这不是单向运动总会嘛 它根本就不是一种运动嘛 那有一些是红色的 意思就是说 他们觉得这边缺一块啦 就是文化部觉得说 电子经济怎么可能 跟文化有什么关系呢 等等 那所以当时我的 所谓开门造句的意思 就是说 我把这个不是蓝图 几块拼图 就这样公布出来 然后呢 去让所有人 这里所有人是谁呢 就是包含像PTT上面 也比较做八卦版 可能有人听过 Gossiping这个版 或者LOL这个版 也可能有人听过 巴哈姆特 雅虎电竞 Mobile 01 我一定还漏了一些哦 就是如果offend到这个你的社群的话 很抱歉 但是总之就是 有很多线上的这些专业的乡民们 就看到了这份主字稿 那他们看到之后呢 前四个留言的呢 大概都是没有真的看 就随便乱留言了 就是所谓的带风向 但是到了第五个留言的呢 他就会提出很专业的见解 这就是专业的五楼 那这个专业的五楼 不管是PTT的五楼 还是Mobile 01的五楼 还是Nari的五楼呢 那基本上就是 他是第一个能够全部看完 而且还能够留言的人 表示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嘛 那所以就是说 他一定可以提出一些 很好的见解 所以回到这位朋友的问法 就是说 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做尝试呢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往决策的前端去做尝试 大家可以看到是说 我们在这边是我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办的这个情况下 完全没有什么主意的情况下 然后告诉大家说 现在我们卡住了耶 到底要怎么办 那通常呢 这种时候 大家都会非常愿意跳出来 来提出专业的意见 那在网路上有个叫 康年罕定律 就是说 如果你在网路上只是问 各位大大 有没有什么 这个能够解惑的什么什么 没有人理你 但是如果你马上切换一个账号 然后就提出一些 蛮烂的一些借口 或者蛮烂的一些回答 所有专业人士都挑出来打脸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要 大家提出好的建议的话 你就是提出这些 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借口 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都会挑出来 所以真的大家都挑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在这个之后 包含跟这个Garena 或者是一些电竞相关的 这些Stateholder 当我把竹子稿po出来之后 这个我就会称赞一下大家 说在网路上面都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回响 而且有些专业的人士 就已经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见解 好比像说 就一个八卦版的湘明 他提出来说 他认为围棋就是一种电子经济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围棋都是从网路上面下 确实现在围棋大部分是网路上面下 训练也是在网路上面做 这也是真的 电脑下的比人好 这个也是真的 所以就是说他已经符合了电竞的要件 他认为这种回合制的电竞 那这种回合制的电竞 文化部还花不少资源在那边推广等等 所以他认为这应该是一种电竞平权的概念 就是说文化部给围棋有的 别的电竞 回合制的也好 及时的也好 不要更多也不要更少 刚好跟围棋一样就可以了 文化部的主面一定 发现这个还蛮有道理的 然后所以呢 就同意了 事实上他就同意了 对 那所以呢 后来呢我们就不把它叫做体育 根本跟体育没有关系 我们就把它叫做 记忆文化表演工作者 那 所以就是刚刚讲的三个部分 一个都跑不掉 每一个都 都有一些相关的事情 可以跟他有关 可是这一切都不是我发明的 这些就是我把这些专业的五楼的意见 全部都带到我们的行政院的讨论里面 那但是呢当然前四楼带风向的 人生公体的惊叹号的 我都直接把它拿掉 所以从公务员的角度来看 而乡民真是充满了创新 那从乡民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的主字稿 并不是立刻公开 是大家都编辑个十天之后才公开了 那所以说 其实大家看到都是公务员专业的一面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经过四次的来来回回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把长达十年的这个悬案 就解决了 就是大家都同意出 这些文化 记忆 表演 工作者 应该要有跟这个所有其他的 就是智力运动的选手相同的这些 就是权利利益等等 那所以最简单的 找出顾客需求的方法 其实并不是什么量化的方法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全职性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拿你们这些顾客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就跑去就是 骂得最凶的那些地方 然后呢那些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采用一些 刚刚讲到了嘛 就是提出一些不太好的建议 然后呢自然就会有人 就是所谓钓鱼了 然后就会有人提出一些 很不错的职性的这个建议 那你只要确定说 这个你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 你是 in good faith 就是说你是 真的是要做决策之前去问 而不是做好了 然后才跑去问 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发现说 真的我提的东西 不是就是一次两次而已 而是每一次它提出来之后 都能够有效的 下个礼拜也好 两个礼拜之后也好 进入这个决策的程序里面 那慢慢它就可以变成co-creator 那所以这个就在传统上说prosumer 不太一样 prosumer是说它买一买 然后之后有创造的能力 那这个是比较是co-creator 就是说它在一开始就是帮助你 来设定你的这个品牌的未来等等 那当然 其实我们在就是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各位也是我们的经销点 非常感谢各位 那当时呢 其实我们最早的那个经销点呢 其实就是各位跟就是便利商店嘛 那但是后来发现说 大家对于囤积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每个都有很先进的post系统 但是很先进的post系统 要互相串联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后来就用了一个 就是最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健保资料库 那健保资料库 大家都知道说 连续处放现在药局那边 我们有些退约药局 而且在2019年 我们才刚刚都把它们升级到光纤 而不是ADSL 那所以其实刷卡的处理速度 是非常快的 所以当时呢 我们就是请这些药师 来跟我们一起做像口罩地图 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那在这边的顾客需求 其实是药师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当时呢 基本上就是 我们推出了口罩实名制之后 大家当时可能有看过口罩地图嘛 然后就发现说 对于一半的药师来讲 他如果有发号码牌 这个口罩地图增加他们的负担 因为他们如果是早上拿一堆健保卡 发一堆号码牌 然后晚上再拿号码牌 回来换健保卡的话 口罩地图上面的数字是不准的 因为他是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慢慢刷 那所以其实浪费这些药师的时间 因为很多人会拿着口罩地图来 然后跟他说你是不是暗杠口罩 什么之类的 所以以至于我家附近 还有一个药师 他在门口用标凯题 印了好几张大字 至少每一张字一个A4 就是很大的这个几个标凯题 说不要相信App惊叹号 全新惊叹号 全新惊叹号自己一张A4 对 所以就是当然 另外一半的药师 它是确实是刷了健保卡 就直接给口罩 所以对这些人来讲 确实有省他的时间 他卖完了就是卖完了 所以当我们做出一个产品 浪费一半人的时间 节省一半人的时间 这个Netimpact是零 就是没有造成什么帮助 那所以当时到底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很快的道歉 很快的透过健保书长 透过实验书长 告诉这些药师说一定是你们对 一定不是我们对 一定是我们要来配合你们 我们保证下个礼拜四 一定赶快改系统 变成是说你的营业时间 取口罩时间 可以分两个栏位来写 他们一直在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按一个键 从口罩地图消失 那我们就赶快 改后台的系统 让他可以按一个键 就从口罩地图上消失 他发完号码牌 按一个键他就不见了 对之类的 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些顾客需求 就是靠着开门造局 然后你行你来 那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每次要是 只要留言 或者打1922 这个骂我们 我们都非常感谢他 说那太好了 假设你是我的话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那然后他的想法 下个礼拜四 我们就把它实作出来 有两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我们是现下为主的零售商 面对激烈的 线上的商品 以及价格的竞争 以及疫情之后 消费者习惯的快速改变 是不是有建议给我们 那当然就是说 一方面打不过就加入了 所以就是说 如果就是在线上 大家觉得说 线上认识你们的方式 目前还不够多元 或怎么样的话 总之就是让线上 还没有到你们的门市之前 就先认识你们 基本上这是 我们自己在做数位服务的时候 也都是这样子的 那另外一部分的想法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 在线上有一些 就是体验啊什么 但是他要到线下 才真的能够感受到 那种人情味的话 其实我们整个三杯券的设计 就是建立在这一件事情上 我自己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也都大量的使用 呼呼送 好 现在倒掉了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后来 无名的意思 等等的这些 这个无接触取餐的服务 什么是无接触取餐呢 就是你从头到尾 连那个外送员都没有看到 那他就是放在门口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你再出门去拿 那这样子当然是 最没有感染的风险 但是也最没有人情味 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一方面就是 它很影响这些 就是线下为主的这些 餐厅也好 这些零售的地方也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也就是累积了 这样子一种心理的空虚感 就是说 我有两个月时间 我都很想说 我是不是能够到附近的餐厅 然后就跟他的经营者 或跟他的厨师说 这两个月你辛苦了 这三个月你辛苦了 等等 所以后来我们在设计 三倍圈的时候 就把它设计成 一定只能面对面消费 那所有在线上的刷卡 都不管用 就是你只有面对面刷卡 才管用 那或者是说 就设计很漂亮的信封 那然后在那个信封 可以就是有纪念价值的情况下 希望大家把信封里面的那些都画掉 那然后店家也可以再去加码等等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体验 它是真的只有面对面 才能做到的话 那很多就是 user study都告诉我们说 就是因为三倍圈的实体版本 有那个信封 所以很多本来要去刷三千零两千的人 到最后就去拿那个信封 因为他画完之后 他觉得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留下来 那但是数位三倍圈的话 他没有东西可以留下来 所以他宁可往实体的那个方向移动 虽然大家都觉得数位比较方便等等 那当时我就提了一个想法 是我们实在应该是说 你刷三千零两千的这些人 我应该给你一个贴纸 就是一次性的防伪的小的那种贴纸 你可以贴在你的手机后面 贴在你的业友卡后面 或者是说贴在你的就是 我们叫做信用卡 或者debit card等等的后面 但总之不管你用什么东西刷三千 那这个店家就可以认准这个 就是很漂亮的三倍圈贴纸 然后给你这种专属的优惠 不过当我提出这个的时候 就是信封啊 纸本啊 包装啊 什么东西已经帮我们预算都用光了 我们没有钱来印这个贴纸 所以我这个想法呢 就没有被施作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反正就是你要设计某一种token 这种token是你面对面在人 就是彼此看到彼此的就是 心情的时候才管用的这些东西 那有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它就不会完全被线上取代 但你可以透过线上来促使大家 来拿到这样子的就是 offline experience 好 那所以有人马上就开始做这个执行的访谈了 非常好 我本身是不是屈城市的会员呢 很不信我不是屈城市的会员 最近一次到屈城市消费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两个礼拜之前吧 喜欢到屈城市的实体门市 还是透过线上购物 比较喜欢到实体门市 我其实还没有用过屈城市的线上购物 在疫情的时代 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提供给屈城市 我想除了就是刚刚的就是两个 最主要就是那个 尼心尼海开门操具跟顾客一起创造这样子 跟这个就是创造一些面对面的感动的体验 但是是从线上可以搜集 然后可以transfer到线下 这个之外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让这整件事情变得有趣 我觉得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我举例就是像我们说 从线上到线下的行动 大家就是可能都玩过Pokemon GO 这个我应该不用特别解释 Pokemon公司做什么的 就是让台北人可以认识台电的便电箱的 一个APP 就是台电这个专门才会用APP 因为台电 当时没有什么公共艺术 大概都是一便电箱巨多 Anyway 但是就是后来就有人仿照Pokemon GO 然后再结合日本有个叫做Mymids 就是饮水机地图嘛 这两个加起来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叫做凤茶的一个APP 那可能也有人看过环保署的那个文案 就是先是就是我的这样子叫唐凤 然后再画一个茶壶叫做唐凤茶 然后再画一个凤茶那个APP的QR Code 然后叫唐凤茶 那就是唐凤买凤茶的意思了 那反正我抛弃掉肖像拳 所以他们这样恶搞我 从来都没有问过我 Anyway 包含把我做成机器吗 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这个新的行销的手段 它就是希望大家拿着凤茶这个APP 然后它就会显示出 你跟所有凤茶的这一万个 刚加入的凤茶大使 一起减少了多少个宝特瓶 减少了多少海洋的负担 然后呢 当你这个一看觉得 这个真的是有功能力之后 它就给你一个附近的地图 然后呢说你手上只要有拿水壶 你就可以到哪些地方去装水 但是呢装水呢还不够 你装水还要打卡 打卡呢你还要去勾 它是冷的温的热的冰的什么的水 而且底下还会有对水质 这个水质有点甜 这个水质有点回甘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回甘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这些饮水点嘛 就是你可以开始 这叫social object 开始可以绕着它 能够讨论 可能自己就打卡 在instagram上面发个限动 什么之类的 但是就是把一个很无聊的东西 叫做饮水机 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好像便电箱 本来也不是一个 什么有趣的东西一样 反正你可以在上面 再叠加一层 让它好玩的东西 然后当你连续这样子 check in 50天之后 就集满了50个金币之后 你还真的可以去换一些特色的茶饮 不管是什么格外农品 他们用就是看起来 卖相不太好的水果做成 你重新加水重泡 就用很好喝的水果茶 那或者是就是当地的 什么大稻城的 什么特色的 什么文石工作者所准备的 手工的什么 我忘记饼干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总之就是说 当你完成一些在地的 这种文石工作的任务的时候 你又可以兑换一些点数 所以虽然它一开始 其实不是说 要你不要买宝特瓶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出门会买宝特瓶的人 就是会买宝特瓶了 这个你一下子 要他放弃这个习惯 是没有用的 那反而你是让他建立新的习惯 就是说你还是可以买宝特瓶 但是呢 你带一个水壶 这个水壶不是水壶 这个水壶是你打卡的道具 那等到你这个打卡五十次之后呢 那你就会 其实你就会养成新的习惯 然后之后就会买宝特瓶了 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去创造出这种 让人一传十十传败 也就是R等于十 的这样子一种体验 那这样的话你一下子就会 Go viral 那就算只是一传二二传四 或者是一传三三传九 那也都很好 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viral marketing 它最需要的就是 你先找到现在大家 最在意的事情 好不像现在大家 在台湾可能对于减少塑胶垃圾 是一件很在意的事情 如果是在欧洲其他的地方 说不定减少碳排放 是他很在意的事情等等 但是你一开始就告诉他说 你在意的事情 靠着你能够去找很多人来玩 就可以满足 而且你还可以 立刻就让他 Instagram gratification 就是说 就是你多装一次水 多打一次卡 你还真的就满足了一点点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自然他就会变成你的行销的伙伴 这个是在线上很容易传播 但是当你它的启动条件 必须要是线下 就跟Copamon Go一样的时候 它就会促进人跟人之间 就是更进一步的交往和来往 那有一位朋友们说 没有门 有一位朋友说这个 旁风好可爱哦 大的 红色的 鲜形的 请看好 谢谢我也觉得你很可爱 虽然我不认识你 OK 好 那 可以记得按赞 按赞的话我才知道哪些是大家想要听的 有零位朋友说嗨哦 有零位朋友说午安 有零位朋友说哈喽 有零位朋友比个赞 有零位朋友这个 按个笑点 好 那有一位朋友这个 问了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 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大家都在谈数位转型 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作为是什么 我觉得数位转型最主要的就是把数位 就是跟传统的IT或ICT能够分开 这个是几乎我每一次在日本就是被访问的时候 避问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把我叫做IT大臣 然后我就一直要强调说 IT就是资讯技术嘛 我们已经有科学技术部了 而且我们有科学技术汇报 就是我跟IT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IT是把机器跟机器连起来 数位是把人跟人连起来 数位是建立在IT上面有错 但是数位主要并不是在做IT的事情 IT只是数位的就是enabling condition 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些IT技术的话 像我们今天就只有一个房间 可以听到我讲话 但是因为有IT技术 所以有两个房间可以听得到我讲话 据说啦 我不知道到底神有没有撑出去 但是anyway 然后那但是这些朋友听到之后 他的想法或者他的按赞 或者他的就是大的这个红色的金卡号 怎么样传到这个萤幕上 这个就是digital 因为这个就是属于互动设计的一个环节了嘛 所以这些互动设计 这些体验设计等等 这个digital的部分 讲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注意力 怎么样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那ICT的部分是主要 还是机器跟机器怎么样子去结合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作为就是说 不要把这两层混合在一起 或者不要把这两层混 你在这一层ICT这边 你能够做到的 当然是很棒的 就是说 把纸本的东西 变成能够就是用数位的方式来传递 这当然很棒 就是作为电子化政府 那或者是说 把本来是要 就是很久的时间才能处理完的东西 你想办法用自动化的方法 把它用几秒钟就可以处理完 这也很棒 这叫office automation 但是我们叫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时候 它当然是建立在这个上 没错 但它主要要做的事情是 建立一个 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的可能性 就是一个innovation opportunity for innovation 那我举例 后面上说像 这个我自己的办公室 这个大家可能已经看过了 这是我的办公室 那 仍然路三岛就是说 那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本来是空军的总部 那围墙戒备森严呢 后来我们把围墙全部都拆掉了 那所以现在就变成大岸森林公园 旁边的建国花石 旁边的另外一座公园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来 那走进来之后呢 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数位啊 跟数位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那但是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说第一个 你只要走进来之后 你就会进入一个 非常有创造力的状态 因为我们在这边 绝大部分的这些公共艺术 这些东西 像这个足球场 都是由喜汉儿朋友们所画出来的 那如果你看到 就是这些东西 就好像立刻就会很有创意 所以写汉儿并不是只是说 他们烘焙非常厉害 虽然他们烘焙非常厉害 但是他们也都会画画 那画出来的东西 就好像泛骨的画一样 它一下子就可以把人引到 人跟人之间更相连的那个状态 而不是人跟人之间隔着一层 抽象的符号 抽象的数学 抽象的这些什么这个flow chart 什么这些东西流程图之类 那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流程图 那所以任何人只要一进来 进入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情况 举例来讲 好比像说 有一个海盗党的 一个海盗 不是海盗 一个市长 叫做那个 就是布拉格市长 那他上次就是带着他的小内阁 就是他的师傅团队 来我们摄创中心的时候 一看到这些公共艺术 那他们就非常的inspired 就是非常的有启发 他们就拿了一堆SDG的那个图卡 我们本来要合照的 结果他的小内阁呢 就在这个市长不注意的时候 通通都爬到攀爬架上面 然后有些还爬的这个更上面 那这个是相当有意思 因为这个喷爬架不是给人爬的 我们也从来没有做过群众的测试 那所以呢 表示他们立刻看的时候 就有冒险分担的精神 不愧是海盗党 是这样讲吗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 还好没有摔下来 不然就国际外交事件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一下子就让人觉得 可以做一些之前 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个其实才是Digital Innovation 最主要的一个来源 就是说 我们看到很多材料 但是对这些材料 他到底就是在数位的世界 透过创新的方法 透过共同的治理 然后把更多人能够含荣进来 Digitalization Innovation Governance Inclusion 这四个部分 大家加起来到底能够做什么呢 没有人有完全的答案 事实上没有人有基本的答案 每个人都只有一小块评图而已 所以进入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那看到这些无人车的时候 大家这个所有见过的话 是经过的人 就可以开始有各种各样 乱七八糟的想象 那这个好比上说 有人觉得说这是购物车 然后直接问说 郑伟你跟这些购物车在这边混什么 那他们手上提着 应该是一些兰花的盆栽 就是当你手上是花盆的时候 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像是购物车 那无论如何 我就说这是自驾车 你坐上去告诉他你要到哪里 他就把你栽到那里 但他们就一点都不想要这样子 他就直接把那个兰花 放进这个盆子里面 那不过还好这个 虽然没有做过承重测试 它也没有掉下来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个他们就开始解释 是一对老夫妇 就开始解释说 其实他们并不需要代步的车子 不管是计程车 他们自己有车 他们逛进国发射 最主要的问题 并不是他们有车子 而是说他觉得很重 他要一面提一面逛很重 他如果是放在前面的摊位 未来再来拿的话 他有时候会忘记 那所以这个是他们最大的痛点 所以要怎么解决呢 他们认为不是他们坐上去 他们根本就不想坐上去 他们是写马车座的托尼 所以这个就可以往后走一步 然后把这辆车叫过来 这辆车叫过来说 他又是孔了 他又可以继续买 然后再把这辆车叫过来 然后最后他们就两个人 带这三台车 然后就逛完建国画室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买的东西扛到 不管他们的车子 还是机程车上 然后这三台就可以还给建国画室 又可以再去服务新的朋友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根本就不是麻省理工学院设计 这三台车子的人想到的 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怎样子用 但是因为是开放式创新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不是在把时间都花在电子化上面 也不是把时间花在optimization 就是最佳化上面 而是innovation 就是好啦 那你现在有一个目的外的利用 到底要怎么用呢 所以我们就办了两次的 那个mobility hackathon 就是那个移动工作方 那大家就开始发现说 如果你要在建国画室里面 开这样的东西的话 这个闪红灯 一点意义都没有 而且只会让小孩子觉得很奇怪而已 所以他一定要有两个眼睛 这两个眼睛 还不真的是摄影机 真正的摄影机是上面这个还有LIDAR 那这两个眼睛 只是告诉旁边的小孩说 我现在正在跟着谁走 不是要跟你走 这样子而已 那而且他还要看得懂 就是人的表情啊 手势啊 什么之类的 那他这个一定要挡出一个人 让一个人的时候 MIT还做过就是在台湾的一个调查 那他的结果也跟在日本一样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一定要先让年纪很大的长辈先通行 然后接下来才是可能坐轮椅 身心障碍的一些朋友 然后是怀孕的妇女朋友 然后才是小孩子 所以就是你可以让小孩子等一阵子 先让长辈过马路 他们在波士顿啊 完全一样的simulation 完全一样的这个测试 刚好相反 大家都觉得说应该先让小孩子 小孩子最重要 长辈就随便啊 长辈没有人理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每一次创新的时候 如果是把一个地方的伦理 放到另外一个地方来 它就会变成破坏式的创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 所以它会破坏掉我们本来的伦理 但是如果我们是透过co-creation的方法 就是像刚刚讲的 就是说不是只是一味的想要去节省时间 节省力气 这些当然都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inclusion 就是把本来没有办法一起想这些事情 纳起来一起想 那这样的话这个数位转型 转出来的东西才真的是大家都觉得OK的 而不是转完之后 有一半的人觉得我被牺牲了 然后就上街抗议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inclusion 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五位想要知道说 那疫情过去之后 我觉得有什么新常态 大概有两个是很明显的 一个是说大家对于就是co-presence 就是大家透过网路共聚一堂的这种感觉 现在已经相当的熟悉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说见面三分情 视讯最多只有两分情 但现在刚好是相反 那我们见面都戴口罩只有两分情 反而是视讯看的比较清楚 视讯有三分情 所以这个大概是就是一时之间 大概不会再再改回来了 很多尤其是比较资深的决策者 他并不是不喜欢视讯会议 也不是不喜欢VR什么的 而是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用过 可能20年前曾经用过 那我们都知道20年前 当时是2000年的时候 当时也不是没有视讯系统 只是要么非常昂贵 要么就是非常难用 那要么就是品质非常差 通常三者兼具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曾经用过的那个感觉 就会一直停在他的脑底 觉得说就是他讲两句话 这个还会抽格 他不如打电话还比较快 会一直停在他脑底 那但是现在这个十年过去了 因为十年过去了 其实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子 他用手机开个直播只要按两下 他就是像现在这种手机直播只要按两下 那或者是说他如果就是 要很容易的去用他的浏览器 加入一个正在进行到一半的会议 他只要把网址贴上去 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受浏览器权限 他马上就进入那个会议里面 所以既没有任何困难的在设定上面 画质也都还不错啊 而且也有这种就是共处一堂的这种感觉 虽然唯一要练习的就是那个摄影机的角度 不然的话你看人家眼睛 人家以为你在看他脖子 那但是就是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其他的都可以立刻解决掉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新常态里面 我们以后就是不必要开的会 不必要面对面开的会 大概很多就是会变成远端 那就算是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事业部 可能最多就拍一个代表 那其他人就附身到那个代表身上就可以了 在国际会议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现在各地的外交人员都知道说 如果他有一个联合国或相关国际组织周边会议 他就要找到一个就是跟我们是朋友的一个国家的代表 然后呢像这个座位是空的嘛 而且看起来是个旋转椅 那他就可以从这个代表里面拿出iPad 说时迟那时快就把iPad那个黏到那个椅子上 然后我就会出现在那个座位上 他只要帮我旋转那个椅子 我就可以好像到在那个地方发言一样 那而且这个是就是已经是很明确的事情 我已经这样参加不知道多少次会议了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自然就是没有什么是会员席 什么是观察员席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是官方代表 什么是民间代表的问题 因为毕竟在现场会议 每个人都是一个4比3的长方形 有些人可能16比9 但无论如何 每个人都是长方形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根本就没有就是传统上那些外交的那些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常态 不管是在公司内部 或者是在国家跟国家之间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好 那有外朋友们问说 请问我至今推动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 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是要如何持续推进计划 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之前在公部门推进数位转型的时候 碰到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公共行政替代役 公行替代役 公行替代役是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就是说如果有人觉得说他想要报销国家 但是不是透过入伍的方式 报销国家的话 他可以选择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或者地方机关 去担任一段时间的这种就是 爆肝的工作 那这些朋友们真的是很万能 而且通常就是机关会把那种不太需要训练 然后都是好比像说 有举例来讲像我们以前在从就是地检署啊 或者是从这个法务部啊 要交换卷证到司法院的时候 只有纸本才是正本啊 那所有的电子本都被当作银本 虽然他一开始其实是电子档 所以呢就会有些朋友们需要把电子档印出来 印出来交换给对方 交换给对方 盖上正本的章之后 那边还要扫描起来 扫描起来之后 再回到那边的电子系统 而且呢有的时候他来不及这个就是 就是有些新的市政啊什么的时候 他还要赶快把自己刚印出来 再过去再扫描东西 再掉回来自己扫描一次 所以有的时候东西要扫描到三次 那这些很多都是这个不幸的替代仪 或者是同样不幸的一些这个月片人员去完成的 那当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不是成本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书为话 因为他就觉得说 反正不就这样子嘛 吃苦当吃苦啊什么东西呢 包括也叫磨炼啊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就是有一些咒语啊 念一念之后 这个就会自动的完成这些事情 那但是当然这个运气很好的就是 不管是约聘人员的那个待遇和理化 或者是公务行政替代仪的退场 总之呢在这个大概前年就是2018年左右 我们就再也没有这些这个就是万能的工具人可以使用了 那这个就非常好 因为这样子大家就开始有数位转型的这个动机 那个司法院马上就跑来找我说这个 那就是可不可以编列一些经费啊 去买一些什么自动静止的扫描机啊 然后还可以自动OCR的扫描机啊 然后那当这个到了我的手上 我就说这个不是本末导致吗 你与其说你一边列印给另外一边一个自动静止的扫描机 然后说这个我的机器人跟你的机器人吵架 这有什么意义啊 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能一开始的电子弹 就是透过加密的方法交换过去啊等等 那他就说没有加密很困难 为什么很困难要用光碟啊 为什么要用光碟啊 因为这个其他的载具都可能会被篡改啊 好之类的 那所以总是就是到最后问出这个原因之后呢 那当然后来就约定了一套加密的方法 其实没有什么篡改的可能性 那所以到他们从新北市开始失败嘛 从地院 那现在就一路到最高 现在都是用纯电子交换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因素来扫描这种事情了 那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如果没有就是工型替代仪的 或者不合理的约品 爆竿的约品的这种退场的话 那其实我们这些数位化的这些动机 根本就不会出现 我也根本就不会接到这些 因为对他们只好是日常的事情 那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慢慢退场了 大家对于合理的劳动条件 开始有一些在意了 然后开始没有人信吃苦当吃苦苦 这一套了啊 那这样子的时候 数位转型就开始出现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分摊大家的风险 而且要拿比较多时间来做 就是比较像是人做的事情 就是跟人彼此沟通 做一些有创造力的事情 所以持续推进的方法 大概就是继续鼓励大家 要争取自己的劳动条件 做工会什么的 这个都是很重要 好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那请问政务员 当招募团队成员的时候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在就是我们的就是部门 有很多人 那这个有资讯工程师 新闻工作者 公民生意顾问 服务设计师 速度师 从外交部来的外交人员 财政部来的小编 这个政治工作者 通传会中间那个跳过 跳过跳过 然后通传会的法务专员 警官教育部 文化部等等 那OK 这张检报不收集 OK 总之呢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团队的特色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些 所有其他人没有的专场 那我的专场好像是脑坡控制 OK 对 其实我只能控制我自己的脑坡 表示我有那个冥想的习惯 这个深呼吸 什么打坐的习惯 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在recruit的时候 确实我不会从同一个部会 来两个支援者 每次只会来一个 就是具体来讲 好比像说 外交部好像已经有超过十个人 想要加入我们办公室 因为我们在工程外交上面 做得还可以 那但是呢 如果十个人一起加入 我们就变成外交部的一个科 所以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轮流的一个一个加入 加入之后 他学到这一套之后 他又带回去他的那边 就是继续工作 那不管是在国际组织啊 在北美斯啊 在什么地方啊 反正就是把我们的这一套 所谓开门造剧 你行你来啊 带回外交部里面 那而且呢 我绝对不强求 就是有一些部会 他一直没有派人来 好比像说国防部 那就从来没有听说 国防部要开门造剧喔 那开门造剧 都是站车之类的 不是很适合 开门造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我也不会去勉强他们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每个人来的时候 他要带一个 所有现有的团队成员 都没有的那样子的 拼拼图的那种 看事情的角度 那而且呢 他当然还是 薪水如果他是常任务官 还是他的部会在付嘛 所以他学到一些东西 想要带回他的部会 这是绝对一定的 我们从我们办公室借掉 然后再回去的 差不多一定都升官了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但是就是 他要愿意分享的程度 至少跟他要来这边 学习的程度要一样多 就是give and take要一样 那所以当大家give and take 至少都一样 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 新的角度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纯粹的 一个横向的 学习性组织 那这样子的 学习性组织 真的就是每一个 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气嘴巴 是各种非常不同的见解 但是呢 也比较不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处理 因为这个是有非常大的 生物多样性 里面至少有一个人 可以提出一个 那我们不如从这个方法 试试看吧 这样子的一种见解 所以就是 就是新的看事情的方法 然后以及 愿意分享的程度 至少跟他的程度一样多 这两个对我来讲 是相同重要的一个特质 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我如何看待大数据 应该要如何运用 对我来讲 能够放进一台电脑里面 处理的就不叫大数据了 那所以就是说它的量 或者它的来的速度 或者是说它里面 抑制性的程度等等 要超过一台电脑能够处理的 才能够叫大数据 差不多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在公务上面处理的东西 大概都不是大数据了 就是大数据真的是很少 大部分都是小数据 小数也可以句一句 没有关系 这就好像就是 环保不是很正确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AI 跟以前的AI 蛮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以前的AI 就是上个世纪的AI 它确实需要大量的 而且已经预线结构化够的资料 它才能够提炼出一些东西 所以如果在座 有人做数据处理的话 都听过什么ETL循环 就是说你要先拿出这些资料 把它转换成一定的格式 确保资料很干净 再把它载入到一个资料库里面 什么等等 这些都是所谓classical AI 就是上个世纪的处理方法 但是就像以前编一部百科全书 上个世纪的百科全书 是你要先找作者写 然后再找编辑去改 然后最后才发行 是一样的道理 那是因为在当时的工具 只能这样做 那我们现代的百科全书 像维基百科 完全是相反的 就是你先乱写 然后就发行了 发行之后 自然有看不顺眼的人 帮你编辑改错字 然后编辑到一个程度 就会开始有人出现说 好了 那我不如把这篇整个重写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循环已经跟当年 大部分的百科全书 完全是完全两样 事实上完全相反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同样的 就是说 在我们进行资料处理的时候 大部分时候 ETL流程 说不定是从L开始 就你无论如何 先丢进你的资料池再书 然后之后需要用的人 就可以去transform 他自己写一些 把它就是转换成他要用的 那个格式的那种方法 如果他还不知道 什么格式的话 他就丢进了讯息灯里面 让他去建议几个格式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最后的这个 萃取的这个能力 就不是像以前 好像是以前 把资料跟池油相提并论 事实上我很不喜欢这个比喻 因为这两个完全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就是石头 如果是他有一桶运到澳洲 那一桶就不会再运到纽西兰 就是它是Rival Good 但是资料 你运到这份Copy到这边 你手上还有同一份资料 而且事实上他把资料品质增强 你也因此而获疑 所以它是Common Good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当年为什么会用石油当比喻 就是因为两个的萃取都很困难 但是现在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现在萃取是全自动在做的 已经不太需要人来做了 那所以以前是我们写程式 就是好不容易萃取出一些资料 现在是我们随便拿写资料 到最后他帮我们写出一套程式 那就是新一代的 这个世纪的Mission Learning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对我们来讲 可能最重要的都不是写什么程式 说不定到最后你都不用写程式 而是最重要的是说 那你到底要拿这些东西来做什么 那你怎么样子去说服你的利害关系人 说这个是以他的最佳利益而行动 这个叫做Alignment 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愿意告诉我的医师 我的护理师 我的律师 我的会计师 我的心理师 等等的这些老师们 一些关于我个人的这些资讯 那就是因为我相信 他们是以我的最佳利益而行动 而不是一转眼就把它卖给什么广告商之类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越能够证明说你有这个 信托关系的Alignment 就是价值的相符合 那这样子对方才会愿意给你一些执行资料 那所以像就是刚刚就是在slido上面 问我的关于我在虚城市的这些消费的问题 我觉得当然就是很相信大家一定会拿去做对我好的应用 绝对不会拿去做对我不好的应用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愿意多透露一些我的习惯给各位 这是Alignment 那另外一个就是Accountability 像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钥匙好不容易把自己的这个药局 及时的 不说的 那个 某个人的电话 的那个口罩的库存公布出来 但是却发现说 我们做的口罩地图反而造成它的负担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不是立刻到前 然后立刻说 那我们下个礼拜四就来盖 那这样我们就不Accountable 就是我们就没有给出交代 我们如果没有给出交代的话 新人建立很困难 但是失去 非常容易 那所以接下来他大概就不会愿意 在每30秒钟公布资料 他自找麻烦嘛 他一定回到 这个每天公布一次资料嘛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 就是对内 就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员工 或在我的例子里面 刚刚各部会的这些朋友 我们都能够给出交代说 这些数据的应用 真的是有帮助大家 就是达成自己本来的使命 而且没有牺牲掉隐私的秘密 那我们对外也有交代 就是对于像钥匙啊 这些朋友们说 真的有省到大家的时间 降低到大家的风险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下个礼拜就来改 等等的话 那这样对内对外都有交代 就达成一个双面交代 有双面交代 在这个方向 然后有这个价值的对齐 在这个方向 只要有对齐有交代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大概就可以完成数据的应用 所以这是我对大家 数据的基本的看法 我不是特别去看 怎么样的特定的技术 而且说这两个价值 有没有去完成 好 有更多的执行问题出现 请问 请问我看到屈城市这个品牌 我马上会想到什么 我马上会想到这个Wassens 我会想到他的英文名字 我目前 我往上跟 不是真的吗 我目前往上跟 往下购物的这个比率 往上大概 九成九 点九 九之类的 不知道几个九 那就几乎完全没有往下购物 那我没有成为会员 是因为 是嫌麻烦吗 会员是不吸引吗 还是有什么建议 能够让我成为会员 我没有成为会员 是因为 我在网路上面 好像成为会员 或者不成为会员 没有太大的什么差别 那好像会员 可以接受到一些 什么专属优惠通知之类的 但是我每天的email 已经太多了 我没有很想要再接到 多一个email 那好像可以有一些折扣 可是如果把我要填 那个会员资料表的时间 折算的话 那个折扣对我是不符合的 然后 这都很实际 然后 那如果是就是现场 要不要加入会员的话 通常我如果是 竟然会去线下买东西的话 我都在赶时间了 所以 当然也不会有时间去加入会员 那 当我是线上的时候呢 其实 就像我刚刚讲到 我不管是不是会员 我应该都买得到东西吧 但是如果不是会员 我就买不到东西的话 我就去别家买了 那所以 就是说 因为对我来讲 这个是 就是我会慢慢逛的东西 那个叫做艺术品 我会买的东西 大概就是 就是完全就是效益主义 那所以对我来讲 因为就是 我主要的constraint 是我每天可以用的时间嘛 那所以只要加入会员 让我觉得我没有省到时间 那我就没有任何加入会员的动机 除非你现在可以说服我说 我加入你们的会员 somehow可以省到时间 那这样我就会开始很有兴趣 但是 目前我还没有接到这样的讯息 好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的行动支付 成长确实很缓慢 普及度低 这个就还好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其实用的人很少 那 对 那 ok 比起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提倡社会创新的我 会认为这是改革方向之一吗 会不会建议 考虑政府 让政府放宽限制 放宽限制的意思就是 可能说 我们接下来一年都不要抓尾钞 我们对于那个尾钞 放宽限制 那这样子行动支付立刻 就有很多人用 因为钞票不可信 那或者是说 我们来这个说 我们在便利商店里面 都不可以装提款机 那这样子的话 陷阱无法取得 行动支付马上就有可能 90%之类的 那 对 那这些确实是很多 非洲国家 行动支付为什么 那么高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法币不可信 他没有办法取得现金 就这两个原因 所以我们也只要让 新台币不可信 就无法取得现金 这个数字的话 立刻就完成了 那但是这个 当然不可能 下一秒钟他就上街抗议了 对不对 然后说不定立法院又被占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是很民主国家 我们不太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那 那为什么就是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想要做这件事情 当然有个目的嘛 就是说他希望你不管是 就是大规模的消费 大规模的消费 当然很多在 尤其在跨国洗钱房子 确实是他需要知道你的实名 这个我们就认了 那但是他希望小到 就是几毛钱的那种消费 他也想要知道实名 那这个 其实没有任何在财政上 没有任何意义啊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 那是为了那一点点税金吗 显然不是嘛 是因为他要做社会信用 那社会信用是什么呢 就是 他认为说 就是如果你把钱都花在 什么烟酒赌博 什么什么之类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 比较不那么好的人 那你如果都花在这个 孝顺父母什么东西的话 你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那但是虽然没有任何作用法 来规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你就可以买得到 头等舱的高铁票 而且你也可以买得到机票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不那么好的人 偶尔还闯点红灯什么的话 那不但机票买不到高铁 也只能去做普通的自由做 那这个都不是未来是 现在就是这样子了 那所以他们是为了这个 我爸还叫做这个 演算法凌驾作用法 的这样子那种做法 没有任何作用法授权 他们这样子做 是每一个省 在自己的这个权势之下 想尽办法这样子做 有些做得很过分 像苏州 那就被网民这个抗议 然后就撤下来 有些做得没有那么过分 所以还继续留着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们有这样子一种 好像所有资料都集中到政府 也就是国家 也就是党 手上的那样子的一种倾向 这个我们也很熟悉 我们四十年纪也是这样的 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那他们当然会继续 就是不是推动行动支付 而是让非行动支付的东西 都变成很难用 或者不好用 或干脆就不能用 那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做法的 我们即使在三倍券 你刷三千零两千 我还是不知道你的消费性 我对你的消费性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联合信用卡中心 就只告诉我说 就是你是刷到 就是第五千块 满足了三千块 但是你是刷到 三千零一块 满足了三千块 我还只知道这个数目 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所以 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就是 在行动支付上面 它就只有 真的它比 电子支付 就是游游卡 或者现今方便的时候 才会去使用 我今年也开始用行动支付 但是那是因为 我手上的那一支 Android 它升级之后 它不需要指纹 或者是画图形 或者是红膜 或者是密码 来解锁 它就可以直接 也不用从底端 把信用卡刷上来 就是不用做任何动作 我只要把手机放上去 它就完成支付 那所以 因为这样的关系 它就比 就是游游卡要少 一点点时间 我本来游游卡 可能要1.5秒 那但是 就是用手机的话 我直接放上去 只要1秒钟 所以我现在就 切换成行动支付 那我之前花了 那么久 都还在用游游卡 而不用行动支付 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行动支付 Apple Pay我也有 Google Pay 什么Pay都有啊 而是因为它真的很麻烦 它需要2.5秒 那我刚刚讲 就是我主要的 我主要的constrained 是我的时间 就是1.5秒可以做 为什么要2.5秒做 对那所以 这样子的话 我就是一直都没有改变 这个习惯过来 所以我想政府 可以放款限制的部分 是说 比如说我知道 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指环 来做付款 就是NFC的那个 就是ring payment 那这个我觉得蛮好的 像游游卡什么 也都有指环的版本 那以前呢 他们会complaint 说因为我们都是需要 要进到什么1厘米 什么之类 还是1公分 好像对10厘米 1公分 才能够支付 那这样就很困难 Post机在这边 我什么这样 黏上去 那所以是非常不自然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 为了这个请NCC 重新调查 之后有放款 你大概到这个距离 就可以支付了 那这样子当然是 比较好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我们不要打路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吧 大家明明已经很习惯 而且运作的蛮好的 这些习惯 变成是说 只是因为政府想要掌握 大家的个资 然后就故意的去 不抓伪超 或者是不准设ATM 那所以我想这部分是 我们没有必要去跟PRC赛跑 因为他们跑在就是相反的 那个轨道上 那所以就是我们就算跑得快 我们也是更快的跟他背道而驰而已 并没有说就是要转身 然后跑去跑他那个就是社会信用的 那个状况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回答 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在我的印象当中 在台湾最成功的O2O的案例是什么 很好的一个问题 可能很难讲最成功吧 就是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还算成功的这个O2O的案例 那当然就是口罩实名制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那或者是说三倍全也是一个不错的案例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就是最早的那个 暴循研铛难用到爆炸的那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可能已经很多朋友有停过了 所以我就讲的比较快一点 它就是2016年 2016年的就是我刚上任嘛 就就是结合了一些政治工作者 跟这个公民审议顾问等等 建立它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的制度 就是每一个部会都有一群人 这群人不像 国会联络人是专门跟立委 媒体联络人是专门跟记者 这群人是专门跟快要暴动的乡民 就是能够沟通 就是专门跟hashtag沟通 那hashtag有一个特色 就是hashtag你根本不知道后面的人是谁 它就算有个名字 说不定不是真的名字 那所以你要跟这个沟通是非常需要计较的一件事情 对那所以我们在2016年底 建立了这个制度之后 马上在2017年5月 就收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那天呢就是有一个叫做 Chou Chiyuan的一位朋友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谁 在我们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提了一个叫做暴讯软体难用到爆炸 的这样子一个连署案 那这个连署案呢完全没有任何建设性 它就是说难用到爆炸 那它的内文呢 也没有任何建设性 就是满满的负能量 我就不在这边显示出来 就是然后底下的留言更没有建设性 它PH值已经低到是负的 PH值可以是负的 对就是非常酸 那就是包含说这个 什么财神部长下台啊 什么官邦往路无能啊 什么之类之类啊 总是难用到爆炸 好 那所以这位卓志远PO了这个之后呢 我刚刚已经说了嘛 有一群这个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们网站是popdis.tw 那当时的财政部杨金森专委 那马上就因为他预先受到授权嘛 他就直接在底下留言 他留言就是说 各位对财政部的这些批评指教 我们都收到了 所有骂我们财政部的人 立刻我们就给你一个邀请函 两个礼拜之后 欢迎大家到我们财政部资讯中心 一起去画出明年的更好的暴行软件 那我就马上在底下推文说 他讲的是真的喔 他不是就是路人讲喔 他真的是我们财政部的专委喔 那那这样子一来 忽然间风向就逆转 本来八成在说财政部长下台 八成的人现在就在说 那我可以怎么改善 我到底具体看到什么问题 只有不到两成还在说 就是财政部长下台 已经没有人理他们了 所以可见就是说 会炒的不是有糖吃 会炒的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火部的炒变成火部的炒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用 所以在当时呢 这个是非常的O2O 为什么呢 因为不止这一位抽吃院 后来自己跑出来了 他叫卓志远 有名有姓的 他是就是很 就是愿意到财政部 就是带领这个工作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设计师 而且是那种 就是看到彪凯提 就浑身不舒服的设计师 何况是高学人体 所以他就 就是义务的 去把线上 所有这一大堆留言的 可能上千个 非常非常酸的这些东西 去用这个 user journey的一个方法 使用者里程的方法 把它变成一个 有意义的使用者旅程 而且就算你没有 到财政资讯中心 你也可以透过 像360度直播啊 等等的方式 生力其境的 然后来提出一些想法 所以确实在当时的协作会 我们就看到 不是什么千人暗怒 没有暗赞 千人暗怒一人到场 而是说 这个千人暗怒 千人都到场 不管他是实际 就是offline 来我们财政资中心 提出讨论 或者在线上 透过slido 提一些问题 但是真的就是 有上千人 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那在这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跟刚刚 讲电竞案一样的 就是我对网友的意见 是非常尊重 绝对不会去和谐掉 他们的这些意见 所以就是 我们在一开始 会说 那服务流程开始 你会收到宣导啊 你会安装元件啊 之后会怎么样啊 那中间有哪些步骤啊 细节的描述啊 使用谁的需求啊 遇到多问题啊 感受啊等等啊 那所以如果有人 在slido上面留言啊 说自爆多啊 我们就要写自爆多 然后就直接贴在 那个白板转移器 他看到自爆多 他手会不由自主写像 文字收贤荣坠 他不是故意的 这完全是下意识 就是本能 就是保命的那种本能 本能反应啊 因为他不希望他长官 就高血压嘛 就是所谓向上管理 对 那但是 就是说 如果对网友来讲 他明明就是留言 写自爆多 惊叹号 惊叹号 你把惊叹号拿掉 他还不会生理气 你把它改成文字 超显涌 所以他就觉得你跟他 不是站在同一边的嘛 所以他写自爆多 我们就是要提 自爆多 他写 华丽到让人迷惘 我们就想看 华丽到让人迷惘 好 好 当时的那个报纸问题 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人记得 就是当你做完试算 还没有真的送出的时候 他萤幕会稍微卡住 然后呢 就会跳出一个舞区 还不一样的 博税局的吉祥屋 会跳上跳下 然后标凯挺说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全行叹号 对 那这个真的是就是 他平常可能看起来很可爱 可在当时看起来 就没有人觉得很可爱 每个人都觉得那个笑容 充满了讽刺 那后来就 有人直接这个挑战 这个设计的概念 他就说 不要想要让我们心情好 他想到要抱怨 心情就不好 所以所谓痛快 就是碰的 就快一点 快一点结束 他自己去买个啤酒 什么喝他 你就会变好了 不要让他在那边看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总之就是说 在他们把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设计里面 全部撕成碎片之后 那个 我们就一张一张便利片 把它贴回来 那所以这个真的是 蛮O2O的 就是线上所有这些 最酸的留言 在我们拿掉 经常号的时候 到最后变成 大家面对面 见面三分情嘛 所以这些就是 最酸的这些酸民 就是坐在桌子的这一角 然后中间呢 是专业的主持人 然后呢 这边是可怜的官贸公司 然后这边是五区国 最集的公务员 那这边就是我们财政部的PO 然后这边是我们办公室 对那所以呢 他们就在一起开了四次 这样子的协作工作方 那一开始呢 大家都是就是觉得说 这真的是完真的吗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他觉得 这真的是完真的 然后到最后 当然我们就设计出 新版的保持软体 从这么丑的东西 变成这么漂亮的东西 那在第一年推出来的时候 2018 当时还是只有 就是我们的Mac跟Linux 可以试用 Windows还是在用 就是比较旧的版本 那Windows的朋友 如果就是想要抢先使用 他可以跟朋友接Mac 那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当时就已经有96%的 就是Approval Rate 大家都觉得很棒 那后来我们就在 再次一年 就是2019年的时候 是全面包含手机啊 平板啊 什么都可以去使用 那甚至是到了今年 那因为我们 口罩实名制的关系 把所有的便利商店的 读卡机都修好了 修好了之后 他们就可以直接 在便利商店 直接保持2万元以内 直接在柜台叫 叫完之后 就马上去买一杯冰凉的啤酒 现在就好一点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整个体验 就是每年都在增进啦 那但是确实就是说 卓智元的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酸民 然后后来变成有贡献 的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让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支持度成为可能 不然的话 我们如果花大钱请设计师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出 这么漂亮的系统 可是他一定没有 96%或98%的支持度 为什么 因为后面有5000个人觉得 他至少贡献了一片便利贴的力量嘛 就好像你盖了一座庙 庙上面石头 某个地方有颗粒的名字嘛 你一定觉得这是我的庙吧 对 所以这样同样的情况 就是当你有进厨房炒菜 就算你是最后加点盐 加点葱什么的 那但是那也是你的菜啊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就会自己去跟亲朋好友 去就是想办法说 那这个新的体验是蛮好的 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 我们就是这一整套啊 我们就发现 当时这几千位酸民跟乡民里面 不乏其他部会的公务员了 所以最后他们这样子做出来的系统 你接上机关署的系统 它就变成口罩实名制2.0 卖口罩同一套系统 那它再接上中系区的系统 它就变成三倍券的系统 卖三倍券同一套系统 所以大家就发现说 这个东西非常模组化 我接上我自己部分系统 我这个所谓API取代KPI 就是说我就不用管我的KPI 我就用他们的API 就可以达成我的KPI 那这样子是非常棒的 所以就是在内部 也成功的达到了一个O2O 就是线上的参与 最后就变成线下的 就是共同的政策指定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千万我是不是还是持续执行 番茄始终法工作 确实是这样 只是我现在不会 带一个物理的番茄钟了 就是我脑里面 就会每一次就是觉得说 现在应该就是快到45分了吧 然后就会就是工作 就开始慢慢慢下来 然后快到55分 就会把电脑就盖起来 然后就休息了5分钟这样 对那我在忙碌的工作之中 怎么取得生活的平衡 简单来讲就是 每天都一定会睡够8小时 而且我会就是 运用这个一些APP 来量就是我睡眠的时间 那所以好不像说 我昨天应该就是睡了8小时 有20几分钟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就不会有一种好像 我在白天就一定要做出判断 我都可以把所有的判断 留到睡觉的时候做的 这样子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人老是有个东西 叫锚定效应 就是当你正在处理 就是教育部体育署 文化部跟经济部 各执一词的情况的时候 那有时候呢 就是如果你去下了判断 那先跟你讲的那一个人 就会锚定你看事情的方法 你后面两个部会 听到的东西 你会用前面的那个角度来听 而且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而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本来这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那所以呢 我的做法就不是这样 而是说他们三个部会的资料 可能都是用书面 或者竹子稿 然后交给我 我在睡前呢 就会快速的 像刚刚那样快速卷动一样 把所有的资料都看完 而且我看的时候 脑里是不发出声音 也就是说我就是直接 只是像扫描机一样的 把它扫进我的视觉讯号里面 那都扫描完之后呢 我就去睡觉 然后睡醒了之后呢 我当然不可能把它全部记起来 我并不是真的有什么 照相记忆的能力 但是我会记得一些 共同的价值 一些关键字 那因为这些都是电子档 所以我只要用全文检索 我就可以回到 当年什么 什么记忆啊 什么文化啊 表演啊 什么地方啊 它到底出现在哪里 所以我醒来之后 就可以有一个综合的 一个判断就会出现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工作的时候 不会觉得忙碌 因为对我来讲 我就是认真的在听 就像我现在slido 就是认真的在想 你们提出了这样子一个问题 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回答 但是对我来讲 所有困难的 忙碌的 什么 都是在我没有应试的时候 完成的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 完成的 那有的时候 它的厉害关系非常复杂 可能有五六个不同的部会 那我就必须要加班 我就是要睡到九个小时 很辛苦就要加班 对 那或者是说像前一阵子 有去看一个很复杂的电影 叫做Tenet 叫做天能 对 那我看完天能之后 我就睡了十个小时 但是睡醒之后 就都看懂 所以意思就是说 对我来讲 是一个批字处理 所以我的工作 本身并不忙碌 因为我的工作 就只是去倾听而已 那我真正忙碌的时候 反正我也没有意识嘛 就是多忙都没有关系 那有其他朋友们问说 因为我的经验 像零售的通路 做数位转型的时候 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很诚实地讲 就是说我们在工部门 要注意的零售通路 跟各位不一定一样 是因为我们在工部门 我们没有办法说 你如果不喜欢到 我们的报税园体报税 你就找另外一家报税 这句话我们讲不出来 移民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或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你不喜欢健保 看来没关系 你换一家保险公司吧 没有别的全民健保 只有一个全民健保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要特别照顾 那些没有在用我们服务 很少用我们服务 或者几乎不可能 用我们服务的人 因为不管是全民健康保险也好 或者是缴税也好 我处理大部分都是这些 关于教育啊 关于健康啊 关于通讯啊 等等的这些事情 那这些在台湾 任何人都知道 这个没有做好 就是政府的错 就是政府的责任 所以政府的想法跟就是 各位实际在经济部门 可能不完全一样 那我们在处理工部门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想法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说 我们尽量不要去设计那些 让人民能够节省一小时 但是让公务员爆干两小时的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非常容易设计出来 基本上地方手上也好 中央的手上也好 就是当他灵机一动想到一个主意的时候 差不多都是那种主意 就是他觉得 这不是很自然吗 就是办一个这个护照啊 或什么啊 那就公所在家统一收一收啊 然后一起送到移民署啊 移民署办完然后再回来啊 然后这样子大家不是省去周车劳断的工作吗 那这样子就是 就是旅行社的代办也可以 就是转型到比较高价值的业务啊 那这个普通业务就交给公所做吧等等啊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但是也会让公所爆干的一个主意啊 那所以就是说 我对于没有初位转型以前 其实差不多都是零和的 就是说有人省十分钟 某个地方就会有人浪费十分钟 而且这还是好的设计 有的时候是有人省十分钟 有三个人都要浪费十分钟 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在所多有 所以我在对于这个 通路做社会转型的时候 我通常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去先问使用者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省到他的时间 但是又不浪费到别人的时间 而且这些有时候是 Virus crossing 就是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 我举例 像之前在就是要局排队的时候 那就有很多人说 这个要局排队很浪费时间 而且都是老人家等等 所以我就问一位我认识的老人家 就是我阿嬷 88岁 当时87岁 但是无论如何 87岁的老人家 他就认识他的社区里面最讨厌排队 而且最讨厌政府 事实上的一位朋友 那这位朋友 这个是他的年轻朋友 77岁 不是我的年轻朋友 他的年轻朋友 那他的这位年轻朋友 这位洋奶奶 他真的是对于政府有非常多的意见 大概全部都是负面的 但是呢 我就真的跑去问那位洋奶奶 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设计 就是口罩神秘之3.0 我知道你不会用钱广快一通 我也知道你不喜欢需要急排队 但是我很快就会在我们楼下的全家 就可以让你能够买得到口罩了 而且呢我们现在有套想法 愿不愿陪我一起走一次 那他就很大方愿意陪我走一次 我们最一开始设计的做法是在ATM 那ATM呢你就要插入这个 大家都有的就是邮局的提款卡 这类东西 你按个密码 他就扣掉52块钱 然后呢就自动完全零接触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下个礼拜来柜台拿 或者如果现货的话 直接在柜台拿 这个感觉上就是最省所有人的时间 那洋奶奶就告诉我说 这个绝对不work 他绝对不会取用ATM 那为什么呢 因为对他来讲 第一个ATM上面就写说 你的前期将被转走 那这个 琴塔165 很诈骗 什么东西 所以对他来讲 他只要输入他的提款卡密码 他虽然荧幕上面是写52 没有错 但他脑里会补好几个零上去 他觉得说 他一生的存款 这个 说不定就是被他后面的人看走 虽然他后面没有人 那但是 或者是被摄影机看走 或者就是提款机会不小心出错 你怎么知道呢 但是无论如何 他就是很不安心 那你让他不安心 那他就会打电话给165 或者打电话给1922 或者打电话给口罩 或者是1919 那或者是1999 我不知道他会打给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他一定会造成 不止他自己的不安 也会造成万能的那个 就是便利商店店员的不安 然后也会造成店长的不安 以及所有人的不安 那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果断放弃这条路 我们就问说 那到底什么情况下 他才是可以接受的 他可以接受的是他用健保卡 而且他绝对不要输入密码 就是跟在药局一样 那好 我们有卢卡奇 虽然是很多便利商店 读卡奇是坏掉的 但我们请他们修好了 修好了之后 他到Kiosk插入健保卡 然后呢 处理上QR Code 那到了柜台 那柜台 那柜台他就坚持说 一定要现金 所以他就数52块的硬币出来 那这样他就知道说 绝对不会因为 他用什么敬劳卡 悠悠卡 感应室 行动支付 就他钱就不见了 他52块的硬币 当然就只有52块不见 这个时候他愿意等一个礼拜 绝对没有问题 那而且他觉得说 反正不用排队嘛 他24小时开放 所以后来真的 照着仰海的这个建议 设计了我们口罩实名制3.0之后 那他非常高兴 他觉得是值他的贡献 而且他就会愿意 跟他的年轻朋友 觉得他67岁 左右他 那群朋友 这个传教 就是要 大家都不要去药局排队 然后就 就专心用我们口罩实名制3.0 那些67岁的朋友 想必会跟57岁的朋友传教 47岁可能就不太需要 那无论 就是说 整个社区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他们可以去吧 去药局排队这件事情 当然对有些人 还是有人聊天啊 什么很好 但至少不用大排长龙嘛 就是有分流的这个效果 那所以 这个是数位转型 但是可能 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 完全无止滑 心中止腹 什么有的没有的 而是说 是在长辈可以接受 而且不但他可以接受 他觉得他可以 一串实实传百 交很多他的朋友的 这样子一种流程 去进行数位转型 那这是工部门的数位转型 不一定在 就是经济部门 完全是适用的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开门造居 太多的意见 反而会失去焦点 不会落地啊 会不会反而不知道 变成谁要骑驴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我们超前部署 已经有写过片 Blog来讲这件事情 就在我们的那个 Blog里面 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 你看 数位民主创新服务 由此可知 父子取利也不一定 我无解 显然就是已经 预料到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对 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 这个 在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数位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你可以做新的解决方案 但是不要取消掉旧的 父子骑驴之所以无击 是因为它是一个物理的一个东西 就是不是你骑在驴子上 就是你没有骑在驴子上 那但是呢 我们在数位的情况下 我们口罩实名制 1.0在药局 我们2.0从健保会通 说药局并没有废除啊 3.0到了便利商店 2.0没有废除 1.0也没有废除 4.0我们作为人道口罩捐赠什么的时候 前三个也都没有废除啊 最后自由买卖了 前四个都没有废除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 数位的意思就是 不止一位嘛 那数位就是 就是好几个正位嘛 对 可能数十位 数百位啊 那所以 数位可以 为什么可以解决父子骑的问题 就是因为说 我们在做 比如说台湾登山申请 一站式服务的这个时候 这个是向山致敬的这个政策的一个亮点啊 就是说 如果你之前没有申请过这种很长时间的爬山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你要跑到三个机关 四个不同的线上申请系统啊 有的山务要排队 有的山务要抽签 有的要什么入山证 有的要国家公园许可证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只是要爬山啊 你只是理论上 应该要点一座山 他就应该像拜扮一样帮你做好 那但是呢 也有很多朋友认为说 我本来的界面用的好好的 而且我已经很习惯了 你为什么要打掉 我已经很习惯的界面了 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我们旧的网站都在 然后写一大堆机器人 去把旧的网站都变成有API 就是他能够直接的机器对机器对接了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一站式的专门给新手 而且还有英文版的这些朋友啊 那这些朋友在申请的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直接就是按一个键 就他就帮你把后端需要申请的东西全部都申请到 那这个对于就是 外国朋友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 因为第一个 刚刚的那四个线上申请系统 大概只有两个 一个半有英文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它的中文是可以线上申请 它的英文必须要传真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你若是外国朋友的话 是绝对不太可能完成申请补责 所以我们就解决了这些新的朋友的痛点 但是旧的朋友的习惯不因此而需要改变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就不会有就是能不能落地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那所以就是大家都有驴骑啦 数位骑驴就是有很多个驴啊 那很多个驴的每个人骑自己喜欢的那一个啊 大概就可以就是很顺利的去落地 这是数位服务跟就是一般的零和的就是线下服务 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它迭代是非常快的 有其他朋友们问说 在数位时代比较外显的人 声音想法传播出去很快 不善表达 但是有想法的人反而成为了潜水夫 请问我对这个有什么想法 第一个就是说你看你是一个匿名的人 但是也有七个人按赞啊 可见就是不需要是一个比较外显的人 声音也是可以传播的 也是可以被念出来的 所以这个题目被推到上面 显然就是一个反证 证明说 就是只要你的互动的方式设计得到 让匿名的人也能够来提出想法 那而且呢 让匿名的人的想法 也能够在大家只能按赞 而不能回应的情况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东西推上去 因为很多的朋友们 他觉得就是他比较内向 他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可能就是比较玻璃心 就是觉得说如果有人回应 然后攻击他 就算他是匿名的话 他也会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slido有个特色 就是他没有回应按钮可以按 所以呢 你也没有办法够击他 那所以呢 他是这个 这个是强化玻璃啊 就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这样子一种玻璃心的一种环境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既然没有人能够回应 就不会有像脸书那样子的问题 脸书的那个回应按钮 因为太容易按了 所以就变成他专门打脸 很少打书 那但是呢 我们这边呢 就没有办法打脸 就只能打书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是说 这些声音就可以出现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不管是刚刚讲到 脸书的join平台 或者是我们的slido 或者是今天没有机会 介绍到的polis 等等的这些平台 这些平台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都没有回应按钮可以按 那所以好比像说 在我们的提点子 这个都不是我say好的 什么BB腔啊 远端教学啊 大麻啊 这个劳动节啊 什么大麻不错 看一下 好 对 那所以在这个开放医疗用 医疗用大麻 在这边 这个卫福部有非常好的回应 就是说 就是关于一些这个小儿丸 固形癫痫寒冰患者啊 什么他们也OK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想讲的不是这个 我想讲的是这个讨论群 这个讨论群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 就是说 首先你可以看到 这个赞成论点 虽然有380 而反对只有21个 但是它那个bar 是刚好在中间的 不会380推到这边 所以你就没有洗版的那个动机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不喜欢这个留言 它没有回应按钮可以按 所以你唯一的方法 就是你跑来 其他想法这边留言 然后想办法找人把你推上去 同样的你如果不喜欢这个论点 你也只能跑来这一栏留言 那所以呢它是吵不起来 完全不可能吵起来 所以就在不可能吵起来的情况下 我们每一次就是在 这个60天的讨论期里面 回来去看 最多人就是upload 就像slider 最多人按赞的这些论点 每一个都是非常好的论点 而且这些论点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外显 就是比较不擅长民粹煽动的这些朋友 他可能要查文献啊 查资料 花比较多时间才能够完成一个论点 到最后这些会被推上去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如果你设计你的回应的空间 是prosocial 就是不是人对人的回应 而是事情对事情的回应 那这样子的话 反而很奇怪 就是大家会觉得 我们本来不是巧成一团吗 但事实上 我们是有很多共同的价值 大概是这样 好我们可能最后几个问题了 那不过还有13个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快问快答一下好了 OK好 那Amazon Go 当然是其中一个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更在意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因为Amazon Go 它还是卡在一个需要光纤 以及需要一些设备的地方 我比较care的是说 在5G的年代 尤其是millimeter wave 它等于一个场域里面 所有地方都有光纤 那所以你需要的话 你可能伸手一招无人机 就送药到你的手上 事实上这个已经在测试了 对 那所以像这种就是在outdoor的情境 比in-door的情境 对我来讲更有意思一些 那每天学习时数是多长 每天我只要醒着的时候 大概都是在学习 工作的时候是在学讲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那这个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写程式 八岁的时候 所以是1989年就开始喜欢写程式 请问智商高于180 有没有带来生活上的困扰 我智商并不知道 我160以上量不出来 但是我身高一直都是180 就是今年体检的时候变成182 所以不知道到底这两公分哪里来的 可能因为就是防疫成功 就是台湾人比较抬头挺胸 也是有可能的 那预算获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预算不足预算受到挑战的时候 会如何克服 我一向都是发动群众募资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基本上就是大家分摊 群众募资并不是为了 真的也为了要拿什么钱 而是说如果他出了一点点钱 他根本不会想要看到你失败 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就会冒出来 所以现在台湾 武权式群目 或者是订阅式群目 或者是不叫群目 但事实上是群目的 很多这种做法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整个公民社会 已经发现说 确实就是这些高价值 但是也高风险的东西 我们会愿意支持他 支持他之后 他就算最后做不出来 他只要老实地给出交代 告诉我们说 下次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以省哪些冤枉路 他只要这样走 我们又愿意在群众募资 再让他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也就是说 我觉得群目是轴转的那个轴 就是那个主轴 是可以透过群目 集思广影的方式来做到 所以我预算不足的时候 一律都是往群目这边走 那5G来验的时候 会有哪些商业机会 这个要看你是电信商 还是设备商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但如果是应用的话 那对我来讲 可能最重要的 还是共同在场这件事情 因为5G户外低延迟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同一个地方的 这个特性 会让我们平常 所谓面对面 才能够建立的很多感受 确实也可以在 非面对面的情况下建立 那所以 在这个方面的体验经济 我觉得是接下来很重要的 一个商业机会 那可以增加消费者的眼球 你再怎么增加消费者 也只有两个眼球 那但是你是可以卖一些就是眼镜什么的给他 那但是就是说眼球怎么样都只有两个 对 所以我觉得重点到不是说就是他的眼球 黏在你身上多久 而是说你的你的mind share 就是说顾客会多有效的当你的品牌的大使 因为就是说他只有两个眼球 但是他有instagram帐号 他有很多别的social media帐号 所以如果你的讯息他会愿意帮忙宣传的话 那无形之中他如果一个人传两个人 两个人传四个人 那就好像两个眼球变四个 四个眼球变八个一样嘛 所以就说你一直在一个人身上炸眼球 是炸不出来的 他再怎么样只有两个 但是你如果就是有一个就是值得他分享的讯息 TED叫做什么idea worth spreading 值得分享的讯息 那这样的话这个倒是可以就是多出很多个虚拟的眼球来 好如果通过内许让大家好好的存活 那当然我们三倍券确实是有些效果 但是重点倒不是三倍券本身 我觉得是三倍券的三倍这个概念 因为你已经拿了一千块出来 很多人会加码到四倍五倍二十倍什么 我们都有听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会愿意说就是在面对面 见面说这两个月你辛苦了 这三个月你辛苦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改变自己的出门 那到现在就会变成是说大型的集会 大型的活动 大型的通知游行等等的这些东西 都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内需的触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继续办大型活动 说真的这个还蛮重要的 好 那是不是除了开放人性效率便利连结 有几个重点之外 是不是还有缺乏什么 我觉得还缺乏趣味 这边没有讲到趣味 如果没有趣味的话 其实没有办法一传十十串白 最多一传二传四而已 所以趣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factor 那这个也很谢谢这位朋友的感谢 其实我是 大家知道公卖局 电商口罩什么的 但是我只能卖口罩到大家手上 大家愿不愿意戴上 都是大家的功劳 所以就是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 这才有防疫的效果 有没有朋友说笑脸 我非常感谢 Good afternoon 谢谢 也很爱你们 好 好帅 没有问题 有来过去省市消费 那这个就是具体的建议 就是如果要我加入会员的话 想办法说服我说 我加入会员到底每个月 可以省几个小时 好以上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